西瓜宝宝学画画 今天我们要来画一只 万人圣街南瓜 它的里面冒出来一只小猫咪 我们首先呢 在画的中间画一只小猫咪 这只小猫咪呢比较简单 首先小猫咪我们画它尖尖的耳朵 中间的 中间空一点 再画一个中间的 给它随意的画一点 凸起的毛发 这个小猫咪呢 它的毛比较多 所以旁边也可以比较随意的像这个样子 两个小手 两个小条状就行了 这样一个小猫咪的外形就画好啦 我们先呢把小猫咪画出来 然后再画其他的 给小猫咪画上眼睛 记得我们上次画那个蜘蛛的时候嘛 就出现了眼睛涂黑 它的身体也是黑的 导致看不清楚 所以呢今天 它的眼睛我们要画两个圈 一个大一点呢 然后一个小一点的 就是一个圈 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小圈 中间空出来的地方到时候就是 它会变成一个白圈 它的鼻子嘴巴 我们要画出双线出来 比如说它的鼻子 我们以前都是画一个三角形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不要涂黑这一次 要把它留白 左边一个弧线 左边一个弧线 下面要下面不要把它连起来哦 下面要画成双线 像这个样子 当时我们中间就是留白的 小猫咪画好了 在这里给它画一个另三角 一个小三角待会儿涂上粉色 现在它的嘴巴鼻子这儿看得很奇怪 但是待会儿我们涂好了 就不会觉得奇怪啦 我们继续呢 画下面的大南瓜 我们画一些锯齿状 大一点的小一点的穿裤 小猫咪的手 好 画到你觉得差不多大的时候 我们就向下弧 右边也向下弧 鼓鼓的 连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先画南瓜里面的表情 南瓜灯一般它都会把这里抠成三角形啊 还有弧形啊 或者是圆形 我这里想给它抠一个爱心的形状 这边呢 这边呢 我要用一个三角形 我让它的两边眼睛不一样 到时候这个直接涂黑就行了 一个小鼻子 三角形的小鼻子 它的嘴巴呢 有很多嘴巴是八元形的嘴巴呀 或者这种折线的嘴巴都可以 嗯 嗯 就好了 只有细一点的这个 勾线笔 来画一下这个线 因为如果说画的太明显的话 它就 嗯 有那么好看呀 好啦 那我们来给这个南瓜涂颜色吧 先涂什么呢 先涂南瓜的颜色 南瓜涂成 这种 橘色 用橘色非常的亮眼 涂上去就会好看 我们在这个 眼睛部分 靠里面的地方 涂里边 呈一边 前一点这个黄色啊 或者是灰色 就涂一条 下面 嘴边勾一点边就好 终于用眼睛的地方去涂黑 黑 就是 涂上黑色以后 是不是就非常有万圣节的感觉了呢 我们把它的耳朵里面这个三角 涂成粉色 其他的地方也涂黑哦 一般在万圣节的这个主题里面 出现的猫都是黑色的 然后呢我们把猫眼睛里面 涂上颜色 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选择 把它的眼睛涂成鼻的颜色也可以 比如说 喜欢的绿色呀 紫色呀都可以 或者按我们以前喜欢的样式去画它 那我还是按我平时画眼睛的方式 去画这个小猫的眼睛好了 你觉得好看吗 我把它眼睛里面涂成绿色 一般在万圣节里的配色就是橘色南瓜的这种橘红色 黑色绿色黑红就这几个颜色因为会非常的多 好啦我的万圣节小猫咪换好啦 我们给它换一个小爱心 HAPPY HAPPY HALLOWEEN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 airplane 吧